工商百叶窗 你好,正在开车接送小孩的这个父母亲,小心开车 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解析一下 为什么今年UC他放榜,已经陆陆续放榜了 那只剩下一个伯克莱大学,三月三十再过四天就要放榜了 那其他UC都放榜了 那我们今天要解读就是这个新趋势 为什么UC呢,要把学生放在waylist上面呢 对啊,为什么,我们好紧张,好交集啊 是的,那这不上不下,到底是拒绝还是录取都不知道 对于我们华人的父母来讲,真是交集了 那所以我们称为这个三月是March Madness 就是疯狂的三月 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学校它今年为什么要放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候补 对,就是那什么是候补呢 是,所以候补的话呢,我们不仅是十二年级的要听 十一年级的更要听,因为明年的现在就换你们紧张了 没错 是的,那所以呢,候补的意思呢,是预备录取 现在没有位置,五月以后,五月一号以后会通知您 那想一想,学校呢,它担心什么 它担心说,我收了你,你不来注册报道 那他们就把它当成是录取通知,像是一个订婚一样 那到时候五月一号,你要放定金 真正注册入学enrollment,那个叫结婚 所以呢,它怕影响大学的一个入学率 那大学怕你毁婚,那毁婚入学率就低 影响学校的排名 那以前呢,私立学校大家都可以知道 连今年开始,UC呢,已经放很多很多学生在威力上面了 那所以呢,这个就变成是说 每一个这个小孩子,他要申请很多学校 然后UC呢,就把它放很多在这个预备录取的名单当中 那所以呢,现在我们要请大家 有没有救,还有救 对啊 证据的机率还有多大 只要是在美国,大家都有机会 只要你知道方法,知识就是力量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擦干眼泪 拿起笔来,打开电脑 好好表达自己对UC的热情所在 OK 绝对可以感动UC的 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落笔 拿起电话,发个短信 发给万里法律教育集团 949-682-884 949-682-884 小律师一定会亲自回答你的电话 那因为呢,你现在12年级呢 你就想说,哇,我现在呢 被这个UC,这个UCLA 这个,呃,被取 waylisted 那我UCSD已经证取了 那我到底要怎么做 那我要怎么样跟UCLA求爱 我才有证取的几率 那你的证取的几率有多大 那就看你怎么做了 嗯,是的 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呢,不要觉得说 哇,现在呢,没有呢 这个被完全的承诺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就像销唯利律师说的 那赶快呢,打电话 那么一定呢,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帮到大家的短信报名 949-682-8484 949-682-8484 以及888-959-1122 888-959-1122 好,那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都知道呢 这个,呃,消费利律师 万里法律教育集团 也教大家很多 呃,比方说呢 这个大学的一些呢 这个入学许可啊 甚至呢,入学的一些呢 呃,在怎么样能够让 大学可以看到我们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是,所以呢 这个特别是每年 这个大学都有一个 新趋势所在 对,那其实呢 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美国的一个 高等教育法的精神所在 嗯,怎么样解读 他们的教育法的精神 是,所以我们会在 4月22号 星期六下午在核桃市 嗯,4月23号 早上11点在乔尔中心 嗯,如果您对于 我刚刚讲的入学率 还是不太了解的话呢 特别是11年级的 这个,呃,学生跟家长 嗯,一定要来参加 我们这个讲座 你不知道美国大学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入学率的概念是什么 你就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应对 对 对,所以下一个我们就说 哎,如果是现在我们在录取名单中 我们要做什么呢 对,要怎么做呢 是,现在呢 3月30号是Berkeley放榜 那这个时候呢 呃,4月1号开放 嗯,到4月15截止日期 嗯,嗯 让12年级被UC放在后补名单中的父母 还有小孩子 嗯,嗯 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对 对,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还可以做就是要写一个秘密武器 嗯,这个秘密武器 你要这个写说你对UC怎么写呢 嗯,怎么写 对,怎么写 第一步呢 我们会建议就是目前被UC加大放在后补名单中的学生 嗯,他现在可以写 就4月1号开始 他可以接受或是拒绝保留在后补名单中 嗯,嗯 当然啦,我建议大家都是接受啦 那第二步你要写Wayless Essay 也就是说你要写说 为什么我适合UCLA 嗯,为什么我适合UCDavis 为什么我适合UCSanta Barbara 嗯,那我们知道就是今年开始的话呢 UC是有四篇论文要写 嗯,嗯 但是呢,他没有让你写说 为什么我要进UCLA Why Campus Why this UC Campus没有 所以这个秘密武器呢 就是你要在Wayless的时候 要针对为什么UCLA是我的Dream School UCLA它允许你写2000个字母 大概300个字 是 UC Davis大概200个字 那UCSD不让你有机会写 嗯,所以呢 一定要写说 为什么你要来这个Campus 那如果不会写的话呢 可以打电话来 我们的电话是9496828484 这就是第五篇的一个秘密武器 嗯,那如果是11年级的话呢 更是要写这个Y Major Y Major 对,因为你比如说你要读工程 你要读化学 你就可以写Y Major 那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让UC觉得说 哇,你真的是对这个专业很有热忱 嗯,这时候你可以联合你的职业 主修,生活目标 还有你UC的Campus的相关联 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UC来讲话 比如说UCLA 因为今年的录取率 当然又创新低 嗯,它有17000个是录取正取生 OK 是,那2015年的时候呢 放6000个在这个候补名单中 嗯,嗯,嗯 3400个在同意保留在候补名单中 这个时候你要用力举手 那根据资料显示呢 还有500个候补成为正式录取的机会 嗯,嗯,嗯 所以呢,在候补名单中呢 基本上是没有优先顺序的 嗯,所以大家要用力举手 摇旗呐喊擦干眼泪 赶快地讲 赶快地说我为什么适合这个UC 赶快地说我为什么要修这个主修 是 那下一个就是说 如果小孩现在已经收到UCSBS正式录取 同时又是Wayless UCLA 那5月1号放定金 放在UCSD 哦,5月15日UCLA收到通知了 哇,可以说我要去UCLA了 这样可以吗 对啊,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的 OK 是的,是 所以到时候你看 有很多很多这种大班风的动作会存在 嗯,嗯 所以呢,我希望呢 我们的学生跟家长 现在不要焦急 不要添乱 好好的耐心等待 擦干眼泪 拿起笔来 好好地写这篇Wayless essay 嗯 这个第五篇的一个秘密武器 嗯,嗯 那如果说11年级 你明年的现在 你不想要 像今天的这个交集的情况之下呢 我建议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讲座 4月22号下午2点在核桃市 4月23号早上11点在桥二中心 我们的短信报名是949-682-8484 是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12年级的可以打电话来 那我们的电话进来很多 我会一一回答你们的问题所在 看一下你们UC被证据的几率大不大 你们家要怎么写 嗯,嗯 如果有一些你在UC的表格上 并没有提到的 是不是这事可以写呢 当然可以写 嗯嗯 好,所以这是呢 在我们今天的万里法律交易集团的 消费利率师现场来告诉大家 您呢 如果真的呢 在这个3月呢 呃 现在是UC放榜的月 你还是被放在 UC的这个Wayless的上头的学生 千万千万呢 不要心急 您呢 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咨询顾问 赶快打电话呢 到万里法律交易集团的 消费利率师会亲自呢 回答您的电话 简续呢 949-682-8484 949-682-8484 不要忘了4月22号下午呢 两点钟 在核桃市 4月23号呢 早上11点钟在乔尔中心 有一个万里升学的策略讲座 从高等教育法 美国的教育精神 以及呢 解读生理大学的一些呢 这个免费讲座 欢迎您可以打电话 报名 949-682-8484 949-682-8484 或者呢 是888-959-1122 888-959-1122 也可以加一下呢 消费利率师的 微信公众号呢 是 WINI One Mile WINNIE WANML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